赵丽颖就是林更新耳朵红的开关吧 只要一和赵丽颖拍亲密点的戏份 林更新就害羞到耳朵红 林更新直接从耳朵红到脖子根 像被煮熟一样 这真的是靠演技演出来的吗 而且在赵丽颖面前 林更新的耳朵可不止红了这一次 只要一有亲密戏份 林更新的羞涩就怎么都藏不住 连台词都说不好 只是碰一下耳朵就这么红 其他亲密的戏份更不用说 关于林更新拍戏耳朵红的问题 积极国王刘冠林直接在直播里询问林更新 你那耳朵怎么那么红啊 你那是化的嘛 脸红 脸红了 这不活的耳朵特别 国王哥 你这威胁不该问的 面对刘冠林的询问 林更新已毒乱回 根本不敢正面回答 还是多亏了赢宝帮他解围 可能就是我做我这个脸红特效的时候 顺带给他的耳朵也做了一下 至于是不是特效 我们心里都明白 其实林更新不只是在拍雨凤行的时候耳朵红 在楚桥转拍摄期间 林更新害羞的场面更是精彩 又是熟悉的红耳朵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赵丽颖回忆这场吻戏时 提起林更新在拍完这场戏后 害羞到无脸逃跑 还有一场戏 两人需要躺在一张床上 林更新 躺在赵丽颖旁边 害羞的四肢无处安放 连被子都不敢盖 在对戏的时候 林更新甚至不敢上床 只在床边坐着 赵丽颖你别说了 我们都懂 林更新的害羞可不止于此 在拍摄完楚桥转后 赵丽颖和林更新受邀 为杂志拍了一组婚纱照 两人难帅 你每拍出来简直CP感满满 谁能想到婚纱照里那么帅气的林更新 在拍摄时 害羞得不得了 据当时的工作人员爆料 在拍摄过程中 赵丽颖一直在找机会调戏林更新 多次问她 你能不能不害羞 但赵丽颖越问林更新 就越是不好意思 直接从脸红到了耳朵 不过是正常工作而已 竟然脸红成这样 很难让人不多想 毕竟林更新又不是第一次拍戏 像其他女演员接戏的时候 也没见这么害羞 而且林更新也是知名情场老手了 绯闻女友加起来有一箩筐 但唯独在赵丽颖面前 林更新动不动就害羞 像一个纯情的大男孩 而且除了在心内脸红 在采访的时候 林更新甚至都不敢和赵丽颖对视 反应这么大 林更新你真的没有在暗恋赵丽颖吗 这一幕林更新能吹一辈子 终于理解了什么叫一镜封神 看到自己被拍得这么帅 林更新脸都笑裂了 还发了文 比林更新更开心了 大概就是导演邓科了 林更新一句话就把他送上热搜 这颇天的富贵终于轮到他了 去年同样由邓科指导了折腰 用三分钟预告 直接惊验整个内鱼 邓科的业务能力也随之出圈 甚至可以说只要折腰一波 邓科肯定名利双手 可惜因某些原因 折腰被封了 邓科也从代报变成了笑话 如今与凤行爆火 让邓科一血前耻 他用整部剧的质量 证明了自己的审美 打出了口碑 煽动原方画面一出 观众们更是发出邓科配想太妙的呐喊 邓科开心的嘴角比AK都难压 当然能拍出这么牛的画面 不只是导演的功劳 从摄像到特效再到BGM 没有一项拉胯的 尤其是特效 简直每一秒都在燃烧着金钱的味道 与凤行特效成本超3000万 前16家公司耗费7个月打磨而成 其中最主要的VH州国际数码科技公司履历 非常辉煌 是好莱坞顶级市校团队 曾参与过哈利波特 钢铁侠等大片的后期制作 狼图腾中微妙微笑的狼 正是他们的手笔 正是有他们的参与 我们才能看到前三集那么可爱的罗罗哒 此外参与制作的莫功市校 发布了沈黎凤凰凌语特效的制作过程 这一片一片的凤凰凌语真的太漂亮了 很难想象这需要多大的工作量 华创影视也发出了冰封东海的特效解析 那些震撼的大场面特效 不但带给观众们美的享受 同时也成为特效公司们一张拿得出手的名片 除了特效与凤行最让人惊喜 大概就是他的原创host了 38首原创配乐 每一首的诚意满满 与凤行的音乐总监杨炳音 曾参与过《让子弹飞》 《剑挡伟业》 《玲瓏》等影视作品的配乐创作 在业内口碑极佳 此次担任与凤行的音乐总监杨炳音 更是倾尽全力 为了更好地衬托沈黎的霸气和冲动 杨炳音在《毕丧战歌》里大胆使用了唢呐 让人一听就热血沸腾 而给《行止》的配乐 则运用了蒙古长调和呼迈霸气和远古并存 同样十分合适 除此之外充满宿命感的吟唱 还有用回文诗作歌词的两相思 也带给观众诚意惊喜 与凤行最难得的 大概就是他方方面面没有短板 一群人的权力以赴 共同造就了震撼人心的与凤行 这部影视也成为了参与制作的每一个人 都能填写到简历上的实际 笑死了 什么叫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徐海乔晒自己的腹肌罩 躺枪的竟然是零更新 比你女婿强 你有腹肌 你女婿没有 压力给到你年迈的女婿 网友们的嘴跟脆了毒一样 看着人心里暖暖的 但笑着笑着 网友们终于发现 原来徐海乔已经40岁了 笑容顿时就消失了 这腹肌与凤行李状态是40岁 徐海乔是吃过唐僧肉吗 40岁是什么概念 当年陈建兵出演《甄嬛传》的时候就40岁 果然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徐海乔虽然没大火过 但也没丑过 想当年他在花千谷饰演梦玄朗 被观众所熟知 那时还有很多人 刻徐海乔和赵丽颖的CP 除了《花千谷》剧中的爱恨纠葛 现实中 徐海乔和赵丽颖也是住在同一个小区的邻居 徐妈妈甚至还怂恿徐海乔去追赵丽颖 谁能想到小谷的朗哥哥现在变成了沈黎的爹 当不成爱人就做妇女 两人终于在同一个户口本上 徐海乔有颜值有演技 可惜一直没有大火 徐海乔也没有因此自怨自艾 对他来说只要有戏拍就满足了 这些年来 徐海乔还出演过很多作品 每一个角色他都用心打磨 比如《叶天子》中的叶小天 《苍蓝绝中风批仙君荣耗》 还有《梦话录》中的前夫哥欧阳旭 为了拍好与凤行李凤来裸身出场这一幕 徐海乔更是提前健身一个月 真的太照顾观众的眼睛了 从出道以来 徐海乔演什么像什么 多年来始终自律管理好身材 从未传出任何负面消息 徐海乔和赵丽颖是多年的好友 徐海乔私下人品怎么样 赵丽颖更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所以赵丽颖才会利邀他出演《雨凤行》 所以说《雨凤行》能成功 也是靠这些主演 配角 特效 配音 他们缺一不可 好了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